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9月9日 这是今天的第二场 独播剪屏节目 第一场做的节目过程当中 口误不是360亿 3600亿 这个数字再强调一下 习近平已经把中国的掏空了 他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 现在和以习近平为首 这个威权世界的大比拼 他自己想象叫百年威权一次大变局 近在咫尺 他要堵他一把 也就等于在卡西诺里就升到内裤了 内裤也得堵上去 就这个意思 这是非常形象 是有点不雅 不雅才有人看 我就跟你讲 我要告诉你 今天很大的消息 就是什么 在这个刺激的老巢 陕西出现了有五个人组成的灭关游戏队 到现在没抓住了 中共正在悬赏 对吧 今天早上有的自媒体报道了 这是相当大的一个事件 中共非常害怕 我跟你讲 为什么 中共现在维持这个政权靠什么 就是暴力 国家暴力 一个是军队不是国防力量 也不是独立 是一个变成一个什么 内斗的一个力气 充满了杀气 张右侠如果不给习近平 当底座的话 习近平早就垮台了 我就跟你讲 你可别听有的自媒体在那 这个假料 我告诉你啊 那么随靠的掌握了这个 这个刀把子 手套子 王晓洪 今天王晓洪可是红起来了 你看 人民日报有一题 首届 中国东非执法 安全部长及对话 你看 这非洲已经被中共全部占领 成中国的后院了 连警察都接 势力都介入了 是吧 关于警察这个培训的事 待会再给你们讲 还没讲完 你看王晓洪现在空前 空前活业 举办了一个会议 王晓洪与 尼泰雷彩 担任 共同主席 他发表讲话 王晓洪也是没有文化的 和习近平一样 但是呢 听命习近平 习近平让他抓隧 抓隧 你看那个 三年风控 对不对 李文亮事件 你李文亮应该表扬他 那谁下令抓他 那就是王晓洪 一点都不要回忆 你武汉市公安局 还说敢抓呀 为什么刷又放了 什么这 为什么迅接 都跟这有关系 明明是他当时的误判 就习近平这个政权 充满了恐惧 老想把自己领导下 好事给他 其实没什么好事 稍微有一点好事 跟他捧啊 脆 坏事 反正他认为的坏事 把他压下来 结果导致了大技术 大瘟疫 对吧 咱们就算是善良的推断吧 不是他故意释放的 逼能愚蠢 误判 导致了 后来的三年 就是这个 瘟疫 三年的新冠 老百姓死亡是很多很多的 数字都是假的 对吧 这西民就这一条 我就跟你讲 就这一条 你想他不恐惧吗 新上的领导人肯定要清算 五六四岁 我就跟你讲 要怎么他给李克强灭了 他不灭李克强 李克强上了以后 李克强势力灭他 就这么简单 水王小龙现在想着 琢磨开始怎么样 往非洲怎么跑 两张牌啊 如果是他觉得自由世界 不敢和他打个大战 因为他有核弹呢 他叫哥哥勒斯加在一起 这核弹也多 因为他是小学生 他算了这样 就是加减成猪这个事 俄罗斯加那么多 攒这么多 加一起 美国就吓回去 他是用这个想法来想 对吧 那如果不能打这个热战的话 两战对他有利 所以他现在开放行 就研究这个怎么镇压 看见没有 连着一提 所以今天这活动很重要 就是首届中国东非执法安全部长级会议 在北京召开 王小龙的两个身份 公安部长 国防国务员 所以这个布隆迪的内政 市政发展和共共安全部长 叫尼泰雷采 担任共同主席 发表这个主旨发言 这是今天很大的动作 现在的公安部已经成为什么了 成为中国对内是一个警察国家了 实际上 其实以私的军事管制的 一切为战政府听命 一个独裁统治者 习近平的想法 这么一个国家了 人民群众已经没有自由 就告诉你 咱们现在看看 上一场没讲完的 也就什么呢 这个发广经验有一题 介绍就是这个情况 连云港开会 在连云港开会 中共宣布明年呢 再培训三千名外国警察 就在培训整个警察 镇压老百姓方面 中共的世界的典范和楷模 镇压自己的老百姓还不算 还想镇压镇压什么 非洲的 现在这不东非吗 听习近平指引方向 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 文学城报道的习近平指引方向 指引了几十个方向 确实 这不就是指引方向吗 是吧 但这个方向是通向什么呢 通向战争 我要告诉你 在中国是通向动乱 我不跟你们刚才讲完了吗 就是这个 四七老巢 有五个警察 五个老百姓 组成了一个 灭关游击位 这可是大事 你再看下一题连云港 中国周一宣布 将在明年培训三千名外国警察 并派遣警务顾问 你看 派遣警务顾问 交给他们怎么样这样 老百姓 提供手铐 警棍 防弹马甲 装甲车辆 和面部识别软件 显示呢 其成为国际领先的安全服务提供者的意识 所以安全 独裁是安全 当官的安全 老百姓的不安全 老百姓安全 老百姓能杀官吗 你看这里哪有杀警察的 这里的警察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警察来不及呢 对不对 老星社九号报道了 中国公安部长王晓红 在东部港口城市 连云港水行的安全服务上说 中国警方在过去几年 培训了2700名来自国外的警察 他已经把这个钱砸到非洲 培养了2700个还不够 中国的你家小孩的 读书的钱都没有 课本的钱都没有 他培训了2700个警察 那不是都是他花钱吗 中国老百姓拿钱 还能非洲拿钱 我不相信 并计划在未来12个月 就明年还培养 培养3000个警察呀 这就是习近平干的事 他补充讲 我们将向有需要的国家派遣 警无顾问 你们愿意 警察都已经入住了 这不要统治全世界了 将来加拿大太准备派来了 下不下人 以后咱在这批评习近平的时候 门链就行了 我保了 加拿大分部 中国公安部 加拿大分局 是不是啊 这里潜伏了很多中共的 这包括警察的 黑警察 我告诉你 我都知道 有些人 这里正在抓他 正在误事 正在盯住 因为这里司法是非常公正的 等到证据确凿以后 你们会看到这里的网站 和这里的唐彦军 一定是你们赶得清贝 对吧 这个文章介绍 本次会议来自122国家 习近平要给122国家 派警砸了 你不觉得习近平的脑袋有问题 我觉得习近平的脑袋是被驴踢的 踢得很严重了 是不是 那个崔武言呢 他只敢踢踢那个 司马家头 我这里是专门踢的最大头来 你知道吗 不是因为我比崔武言高明 是因为我这里是什么呢 天是自由的天 地是自由的地 你知道吗 是不是啊 你看他讲122国家呀 地区和机构的安全官员参加 包括马来西亚 缅甸 巴勒斯坦的国际刑警组织 但是你看哪有 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价值观国呀 没有 全是下三滥的 要钱 那些穷弟兄呢 骗的 骗吃骗喝骗骗骗骗骗骗警察 还得骗骗警察 这习近平傻不傻 你说你不觉得习近平的人实在是脑袋走骗 是吧 就养这些穷弟兄 他倒霉就倒霉的是什么 他这不过三十年二十年 把他仕途上遇到这些哥们弟兄 全提拔上来了 这些人上来以后都在胡作非 就像那个 这个 就是刘邦 打天下 刚上当皇帝就是 一上朝的时候 刚开始经讲 哥们一岁 就把过去那些 小三小六 一块儿玩了 仨小 全整个宫廷来的 说那些人 一看皇帝上朝 以后 乌尔娇 根本没有 没有一个 这个 这个 领营 是吧 在最后 刘邦 在大臣的见相 还是把他们都 全傻掉了 实在是坏事 是吧 因为那群兄弟 就一块儿喝酒 一块儿吹牛皮 行 办事动行 你发现 西明现在 为什么能 国家治理的 这个程度 我现在终于看明白 就是什么呢 你们看一看 就是 就不是我在这吹捧 我这个人 我也不认识他 我就是在网上看 这个和他有点 稍微有一点 就是 没有直接的互动 就是 就是看视频的互动 你就看看 小蒋 那视频里 讲的早年的西云 什么西云 你看他讲的 蒋一个是 西云 带领这个 黄村民 就这几个哥们的弟兄 喝酒 这弟兄们 说在那个 在那个 司令的机关 就那个阳台上 喝完就醉了 就在上面 这点尿就撒下来了 这就是西云 我绝对相信 你看现在黄村民 给这个广东 治理到什么程度 黄村民在那 把饭是官场 有能力的人 就不算我话 纵用万用 全抓起来 你看这个广东 叫他治理 老最近听了 有一个朋友 回来讲 他说广州 到处坐网约车 就搭建了 全是体弹车 全都搞卖卖了 现在说 卖卖 还有类似的 卖卖 人家给搞到 这个程度了 就是 黄村民啊 说广州 已经成了三流城市 这不是我说的 这些人 见的人讲的 另外我告诉你 还有这个 这个 其他的城市 都是一样啊 因为什么呢 这些傻弟兄们上来以后 没有什么文化 没有什么能力 各个贪各战 你就想都生死全马这一套 或许在改革开放的年代 就古文年代 发大财 门上发大财 玩出来 好不容易熬到这么一个位置 人家都是国际 富国际 你去想想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只有把他们的 傻大哥 他知道大哥没有文化 光装虚构成一个 皇帝 永远不变 他们才是永远达成 你知道吗 所以他把今天搞到今天这地步了 就把我伯伯 王小红 有人在那 王小红就是给他招呼的小 小胖 他女儿小胖 我听那个 那个副秘书长 老李说 那副秘书在这里 福州市政府 市委副秘书长 管食堂 你今天叫他讲讲 市政府那食堂里 怎么给西云准备吃的 西云准备最大的腐败分子 我就跟你讲吧 习近平搞到今天 基本上完蛋了 因为是你治理的国家是 微财势局 那这个已经会 这个当年 这个两件盒子不一样了 是吧 也不是正定线 他连个正定线都没领到好 他不行 根本他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料 我跟你讲 所以我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了 我这里不愿意讲 别人就是私下讲那件事 你要讲那件事 这习近平以后他麻烦大了 我就跟你讲 他走到今天呢 基本是绝路了 我认为 没有任何路 可走 你才能看出 他为什么 天砸了非洲了 又培养警察 就到这种地步 他有他的办法 待会我告诉你 他什么办法 他这样讲 他说一些安全设备 包括什么收铐 紧棍 防弹马甲 这东西确实中国生产的好 他这样老百姓得适 你看那我做那个老虎凳 我做了两年半 就是每一天我都做老虎凳 他提示人不在桌里边吗 就是一个 就像这里那个 就是那个燕雪 那个小桌板一样 你做就 就发在这个锁子里边 你不能动了 你看那个桌子上怎么写的 那个桌上有个商标 国家司法部统一制作 就全国都是一样的 就中国这个国家 就做这一个生意 你能挣老的钱 东比话叫挣爆了 这个钱 为什么呢 你就像 你看这一个小桌 很简单 就木质的 也有铁质的 它不一样 它不同的规格 但造型啊 构造 各方都是一样 这个就是犯罪嫌疑人 折磨你的 他给你锁到以后 他们打你 什么侮辱你 你愤怒 你要反抗 都不 你无济于事 你就等着挨揍 我要告诉你 就这个桌子 这是专用的 这个审讯老百姓的桌 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桌 你上面怎么写的 不防护 口迷制作 还有电号号码 当时没有网址 因为我坐牢那时候 还比较早 但上面有一个固定商标 我当时一看 哎呀 这个生意一定 要是建签 可能贺荣的生意 对不对 那个年代是谁的生意 咱不知道 是福正华的 我坐牢是2000年 一个是福正华的生意吧 还是谁的 我不太清楚 我要告诉你们 他搞这套东西 就是镇压老百姓 折磨老百姓 就是制造冤甲串 他有的是办法 你看 他的手铐 防弹马甲肯定行 因为什么他和老百姓作对 老百姓要反抗 他怎么能够反反抗 反反抗 他肯定那个防弹马甲 厉害 但是我告诉你 你再接应防弹马甲 一晚了 没有用 为什么呢 得民心 只得天下 你警察镇压 只能镇压少数人 你等大家都反对你的时候 一起暴力反抗 你基本上完了 习近平现在为什么 他肯定要垮开了 因为现在你发现发现 中国社会已经发生 很大的变化了 没有合理非 不像以前呢 和平民主非暴力 人们特别温和的反抗 现在人家不和你讲道理 他知道警察相信 王小红就相信这样 老百姓也相信暴力能够获胜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陕西 他在任何世界发生都不自然 他为在陕西首先爆发了五个 这样的意识 老邓把他称为意识 就是杀完了这个 这个特定群体 专门杀官 杀官跑了找不着 到现在还被抓着呢 就算你弄抓了 这种这种社会群体的出现 这竟然已经预示了 中共这个政权 已经是默契的默契 完蛋了 你要不相信 今天又有一起 就是这个 吉林 你看 这是疯狂王报道的 这个长春 以前资部书记 被人 只剪刀刺死 开始说 闲碗抓到 这是单个人的行动 你好抓 刚才那个就属于一个 所以这样讲了 近年来 紧见的 集体行动 说以后会越来越多 说9月9号 有网友发现 四评 发四评 吉林市 吉林长存 余树市 余树市的献祭市 我去过 这些地方我都去过 前书记 被一个 老白天拿剪刀给刺死了 他说呢 这个 这是官媒报道的 他说 8号下午5点多钟 两人互相追逐 一人疑似扎的动作 有配友配文 有网友配文 评论称 事发余树市 惩罚区 货车司机拿剪刀 将前书记杀死了 他说 这是一起什么呢 车祸纠纷 调节有关 调节可能不太顺利 导致货车司机动手 还有两人受伤 索性不太严重 等等 这都是官媒的说辞 他为什么发生在这里 兴起很大的原因 兴起不紧气 找不到 老百姓找不到出路 找不到出路呢 那个当官的 这个在处理 当官有特权 或者是 借机这个敲诈了 所有老百姓 总之司法不共 像这种矛盾 你就要通过司法来解决 让老百姓啊 一旦有个事 还能 合理非的方式 你告诉我 现在有合理非的方式吗 你看张展不是 和平民主非暴 张展才几天刚放了 关押进去 刚放了 然后他到陕西去 咸阳 他家不就咸阳吗 为什么咸阳 血色黄昏 那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流血的 动漫的年代来了 你们不要以我 在这护卫我 你有点悟性 什么叫有悟性 你站在河边上 看到河里的鱼 你还能看到河里的鱼 什么游动 叫查见冤狱之 冤狱者不祥 就张展就属于这种人 他站在这河边 就能看到这河水 村江水暖亚县 这河水的里面有鱼移动 就社会的动荡开始了 应该接受他的知识分子 律师的善意批评 改进 这个社会这种希望 要是温家宝 招人喜欢 原因在这里 他可以 习近平不是这个人 习近平是 是一路走到北 我就跟你讲 只能计划社会矛盾 他把主张 就林巴先生主张 河里飞的 刘晓波领军任务 刘晓波灭了 也给主张暴力反抗的 平民也灭在监狱里 对吧 你想还有什么路呢 你现在起诉 法院不受理 对吧 民告官法院受理吗 不受理 要受理的话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上访啊 好 不受理 上访 是吧 上访 给你 灌到黑监狱 外地住京办事处干嘛 住京办事处就是 解访的 对吧 然后老百姓有什么别的办法 老百姓只有反抗 暴力反抗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就到这个阶段了 我要告诉你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号 这个余数就是在要东北 你东北人性格原本就暴力 你想欺负东北人 东北人肯定干你 你绝对不客气 自古就是这样 你访问访问 东北就是知道了 我很了解东北人 东北人他和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啊 历史传统都有关系 当年你看为什么出现张作霖 出现张作霖 为什么张作霖 张作霖的儿子 他就能把这简直抓起来 是不是 他身上都有一个匪性 血气方刚 因为零下呀 天气比较冷 都零下三四十度 不喝酒 心中没有红太阳 喝点小酒 沸腾 妈呀 是这样 是不是 你看那个话勇 就带有这个血性 是吧 所以公安党还害怕 就把他暗杀了 是吧 派人在这 恩格华 给他干掉了 应该是找个女性 给他骗出去的 我认为 我推测 是这样 一个人一个人寂寞 就公安党很厉害 先编个谎言 买个大话 你都到一个岛上去 先让你就是 把自己孤立起来 便于他们动手 是不是 我当时就提醒 提醒他 他不听 他不听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为什么老人 人老 马华 是吧 人老接马老华 因为咱经历是太多 是不是 我告诉你 就刚回到这新闻 老百姓也相信暴力 这是很危险的事 但是王小龙还在一路走到黑 还要给全世界都绑架进来 全部干什么呢 向中国学习警察的经验 培训警察 但是他打着旗号是什么 这是年度活动 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来的 一部分 这都是习近平出来的坏点子 对不对 习近平只能出着坏证 他说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 这一倡议旨在通过国家间合作 促进持久的和平与发展 怎么是和平发展呢 和平发展是什么 是让老百姓能生活在自由的世界 有言论自由 民主选取领导人 宪政民主司法独立 言论自由 这才是三分和平 对不对 你看加拿大 加拿大的国家 你别看有的时候 有些什么事 有些中共特务在这办的媒体 是吧 宣传加拿大 这不好 那不好 不好 行了 如果我是斯鲁多 我就给你找了 去找了 行 你不说中国好 明天你就回去 你房产赶快 赶快回去 你怕你回去 中共国那么重视 给不给你钱 叫孙文 你就叫他回去 其实不用怕行 你叫他回去就行了 他回去以后 中共还要调查 他是不是美国的特务 就跟你讲 你凡是在这 给中共当特务的 回去以后 中共还在调查 他是不是特务 中共这国家不就这样吗 你看王王大革命的事 多少回去爱国的 整个民 最后都死掉 这都在眼前 早就发生过的故事 今天这个新闻 就王小洪这新闻 你可以看守 习近平实际上 通过这个培训警察 这方式 想绑架一些国家 你知道吧 一起作恶 他想了算盘的时候 我帮你培训警察 这些人我渗透完了 这些警局 我都派人进去了 都控制在我的一些人手里 比如王小洪派个特务进去 是吧 任务在这有钱呢 他钱炸这些各国的警察 都贿赂好了 现在社会国家 一旦打起来乱的时候 他控制那些警察 帮中共的人 这是他的想法 他的主意算盘 他一定这样想 你比如说你发国 叫他培训警察吧 培训1000个 因为他现在有钱 他没钱 他收割老百姓 比如说他派你 他也进去几个教练 是吧 顾问 那些顾问贿赂的人多 人的弱点都这样 给你好处 给你买房子买车都控制完了 像这一旦打起让中美开战的时候 你想法国的自由世界领导人 你想调动人 怎样对他无聊了 他们在里边暗度陈仓 明白了吧 这才是关键 你再看今天 财政部将在法国发行 巴黎发行欧洲总权载券 啥意思 习近平看到要打仗了 他想把法国绑架起来 你买我的国赛了 你怎么打我 是不是 他为什么现在国内要发行国赛 50年以后 30年 何不100年让中国老百姓捆绑进来 你打仗是得给我卖民 不卖民 你钱都在我这 都买了我的国赛了 你看 他现在想着这个想法 他为什么在非洲这次这么多钱砸进去了 你得让我跑去 你看为什么三中全会以后 这个习近平非常疼慌 总统第一个活动是非洲 啥意思 他家人最值得逃跑的方向 我要跟你讲 南非为什么在南非期间发展 南非期间发展金钻政变 你可以分析就看明白了 余政生生 元老看他准备要跑了 他把钱砸到那里 什么非洲发展基金一百多亿 元老怎么生气 元老心想你跑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脚八十的给惯了 干一辈子 就想给你整个身杀了八戒 听我们的话 我们好维护我们穷舍机遇生活 想换换眼角 随便换爱 王晓洪就去到看守所去找去了 是吧 不能找大街上 也能找胡新宇怎么死的 干四人都不都找走了吗 先用你的DNA一看 你这个血身行 你直接就给你干掉了 你不都是这样 要怎么那都活了 七老八十 九十一百都不死 对不对 他为什么给那个乌云奇蒙哥 管给他拔了 你没看出来啊 对不对啊 习近平搞这种东西 我就跟你讲 现在就是绑架中国人民了 和美国自由世界 进行这种对抗之前的一个演练 一个排列 对吧 我给你们讲 这个非常 我认为是非常详细的 非常准确的 你看今天有很多的消息 都和这个有关系 你看今天刚才上一上讲到了 俄罗斯军队参加中国中方北方联合演习 现在打起仗了 他就和俄罗斯困绑到一起了 再讲机子上看 是不是 你通过这些举动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习近平确实是厚颜无耻 你看今天新华社还有一题 国际版权论坛 聚焦版权与创意产业推动 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都没有 他还搞个版权论坛在中国 中国这个创办 为什么 他有钱往里扎钱 因为谁主办谁拿钱 住宿费 食宿费 吃饭的费用 到时候还每个人还都给一个礼品 对不对 你就想想 网络中国世界网络大会也是中共搞 你看 他全搞这些东西 为什么崔永元今天早上讲 为什么这个0比7输给日本 什么原因 我认为崔永元讲了一部分 他不够 怎么不够 你就看中国小粉红到了日本撒尿 中国很高兴 中国老百姓还很高兴 很多老百姓都赞成了 你就想 这个国家是个什么国家 怎么能不输 你早就输了 他输的不是足球 输的是象征 输的这个国家 整个这个岛 输 彻底输了 你就想一下 这是什么行为 还能上升到爱国 哎呦 人家挺赞成的 你看中国小粉红 看完电影后在 看完的电影后在那个 听高喊 中国牛逼 你就想 就是这样的洗脑 写到这个结果 你就想想 你怎么能不零比7输了呢 你输的不是体育 你输的政治 经济 文化 所有东西都输了 就剩一张牌 你没输 就是还没打仗 你等大起仗 你看 不是我煮肉啊 大起仗的中国的军队啊 仅不了40天 就在剧手通箱 你就看什么军队吧 你看美国是什么军队啊 我给你举例就知道 美国军队多么团结 国防力量是多么独立 咱们就从事实看 一个细节就看 你看那个 川普那个时代 你发发现 美国的军机 每天到中国来 怎么到 有一次都到了上海附近了 对吧 你为什么拜登上来 军机不来了 你告诉我 为什么不来了 人家侦察完结了 川普那个时代 是美国醒来了 拜登的时代 是美国强起来的 你知道吗 人们军事 因为人们已经侦察完了 知道你所有军事 设施什么 陆海空 撩住执掌以后 连火箭军的狗子 什么样都知道了 人不需要 人现在给你布局 看见没有 从阿富汗 把兵力 你全给你放到 主要兵力 核一些 核弹给你放到 这还高 你看不看准 这说明什么 人这个军队 是国防力量 不受党派 什么民主党 共和党 什么川普上来 拜登上来 还是川普上来 无所谓 你看中午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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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啥样 习近平上来 以后 军图抓了 多少 你想 这军图当中 很多人都是有才能的 就为何来讲 那是火箭军里边的 真正懂火箭军 你看 他给整个接球了 就这一条 你还能打仗 忠诚 习近平的人 什么事也干不了 你看李强忠诚 你李强现在能干什么 你告诉我 李强是Limber 李强又培养了 这个叫 今天叫 黄续平 也是Limber Limber的人 在领导一个14亿人民 处理最复杂的经济问题 你告诉我 这经济部分 还等何时 是不是 现在习近平就重用这些人 都在加速共产党的垮台 我要告诉你们 好 谢谢